Hello大家,今天的视频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想聊一聊这个包包带给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会觉得Swift皮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柔弱 对不对 在市场上大家还是会觉得Swift皮好像显得不够强韧 不像Epson皮好像本身就会比较耐磨耐用 然后也不像Togo皮那种会有颗粒的保护 它的颜色消耗的可能也会慢一些 那也并不像Togo皮TC皮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厚实的感觉 马鞍皮和BOX皮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油脂含量丰富 是一种被压缩了的能量非常强的皮革 那Swift皮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 实际上看到这只16岁的Flat这只Swift皮的包带 会觉得Swift皮其实也是很强韧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它有过分的一些意外产生的变化 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包带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一般来说分为两大类 一个就是日常使用所带来的变化 那这个包带基本上身上所出现的所有的变化 都是我所说的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包含什么呢 边角的一些颜色的逐渐的缺失 也包含了最初我们拿到它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雾面的皮革 在使用过程中它的亮度慢慢的显露出来 这样的在使用过程中才会出现的亮度以及颜色缺失呢 让它变得更好看了 而不是变得更难以接受了 一般来说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是意外产生的 比如说拿着包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甚至拖行了一段时间 粗糙的路面带给它的伤害呢 有可能是包面上非常显眼的 那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这样的包袋了 除此之外还有不能承受的力量 被强加到了它的身上 比如说里面装了过重的东西 那对它造成的影响 基本上就是这两块皮革会有一定的损伤 如果是薄金包的话 我们也有看到过 就是手柄和包身的连接处 曾经有看到断开了一些 那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需要去 维修的去更换这块皮革 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一点点的损坏 造成了它的整个包身结构的破坏 会让它没有之前那么耐用了 外力还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西翼皮的那个手镯 送去维修室更换它的两个小毛钉 或者是重新钉上这两个小毛钉 那这样的小毛钉基本上也看得出来 是因为意外产生的 是因为过大的外力所产生的 五金的故障基本上会让这个包袋 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还看过什么呢 薄金包或者是凯蒂包 中间的那个旋钮 当然这个包包是不带那个旋钮的 中间的旋钮的那个圆柱体居然变形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除了不够美观之外 使用时也会有很大的阻碍 除此之外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有穿刺伤的出现 比如说被剪断了 或者被刀划伤了 或者是直接穿过去了 像这样的情况呢 一般来说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只能去爱马仕寻求帮助 看能不能更换某一处的皮革 一般来说这样的价格也不会很低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意外产生的 一个已经16岁的包袋 它目前的状态是这样 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说 在用16年之后 它会有很严重的损毁 或者是很不能接受的变化 所以正常使用 一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持续使用之后 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它送去爱马仕 做一个整体的所谓的维修也好 或者是保养也好吗 那其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 我们送过去好像很省心很省力 我们什么都不用管了 但是呢中间也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那一个包袋送过去 基本上会给它做边游 边游整体的做一遍 让它和刚刚出厂时候的边游 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边游的部分在做完之后 会显得非常非常新了 那另外呢就是检查一下 整体有没有缝线的缺失 像这个包袋16年了 目测是没有哪一块断了一根 或者少了一根缝线 对于这只包包来说 颜色我觉得是最不需要做的 它现在的颜色呈现非常好 油亮的感觉 再加上边角的一些自然的渐变 这样的包袋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好像是一个让我们不太舍得去用的一个包了 如果大家购买了这样的一个包袋 想要把它送回爱马仕专柜 重新做一下保养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刻意说明一下 不要给它做过分的颜色 那同时呢 如果大家还是想修复一下它的颜色的话 工匠也会在它现有的基础上 给它做没有那么突出的 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颜色处理 而不是做完之后觉得很奇怪啊 会觉得很多地方都已经显示它很旧了 但是一些颜色的涂层 看起来又像是刚刚画上去的 对于这只包袋未来的购买者的话 我会建议给它做一个清洁和上油就好了 清洁呢 去除掉它包袋上已经沾染了的外来污染 这一层呢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也不要过分的清洁 它使得本身的颜色也会脱落一些 另外呢 就要给它加上一些适合的油脂了 那这么多年之后呢 它的油脂还是会有一定的挥发的 增加油脂含量之后 它的健康程度也会好不少 不过还想说的是很遗憾 按照我的经验 工匠们是不会做这一块工作的 就是给它清洁和给它上油 基本上工匠也就仅限于缝线 边油和颜色的一些补色了 对于这只包包来说 交给第三方我们熟悉的 我们信任的工匠去处理 做好清洁和保养工作 这就是目前最适合它的一个保养方案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伴随这只包包的到来 来感慨一下 Swift皮也可以很强悍 同时聊一聊不同时期的包袋 或者遇到有不同情况的包袋 它都应该做哪些处理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